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在佛教居士圈里 曾流传着一个所谓的赎果记 为佛前供果必须念诵 妨可彻下 否则犯盗罪 有些佛友为此曾特地去翻看了三藏殿基 但却怎么也找不出这个所谓的赎果记 由于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有些佛友就觉得 既然朗朗伤口 那么念诵也无所谓 但是佛陀及大成就者所造的寄诵 已经具有无比加持力 为何还要去念来路不明的诵词呢 今天 针对上述的问题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相关经文 以及几位法师对于此类问题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做才能如理如法的供佛和车供吧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现在学佛人圈子有这么个传说 若是供佛之后 没有上香念记赎回 而便私自撤下供物 或自受用 或扔掉处理 揭示盗取佛物的行为等等 那么是否藏经中真有其说呢 首先 检阅了全部藏经 并没有见到其出处 其次 若以戒律来断定的话 此说也不合理 我们来看一段唐朝道宣律祖对此的开始 绿云 供养佛塔时 置塔人得时 善见云 佛钱献饭 施佛比丘时之 若无比丘 百一施佛 亦得时 准此 俗家佛盘 本不属佛 不劳涉熟 严熟 伪经 翻成百话文的意思就是 律上说 供养佛塔的饮食撤下来之后 管理佛塔的人可以自由使用 此外 善见律里也曾说过 供养佛钱的饭菜负责香灯的比丘 是可以自己使用的 不过必须有个前提 这不是常铸提供的饮食 而是个人供养的食物 而且它供养后就其舍心随佛寺处理 如果是常铸提供的饮食便属于僧物了 在供佛后仍旧要归还常铸的库房 根据这个道理 居家是供佛的饮食以及佛盘 本来就不是属于僧物 佛物 而是个人所有物 所以也不需要再向佛赎回了 而至于那些说必须要赎的经典 其实都是伪经罢了 是不可信的 不过对于道宣律祖的开示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因为《驾忧婆塞戒经》 记载了这么一段与道宣律祖说法完全不同的话 若自造作衣服 剥起 先奉上佛并令父母 师长 和尚 先依受用 然后自服 若上佛者以花 香 熟 反所实弹要先施于沙门 范至 然后自食 按《幽婆塞戒经》中描述 供佛物撤下后必须要用香花来熟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 道宣律祖肯定也见过此经 但他却仍说不用赎回 那么其中必有深意 所以我们必须从前后文去理解本段经文 才不至于网闻生意 在这段经文中 前文是这么说的 若自造作衣服 剥起 先奉上佛并令父母 师长 和尚 先依受用 然后自服 后面又说 若上佛者以花香书 这其实是为了补充上一句 也就是说 如果是奉上父母 师长等 不用香花书 而上佛才要香花书 所以此处所谓的书 并非指等价的赎回 而只是恭敬至义 对于父母师长等不用香花书 是因为不符合时间理解 同时 如果是赎回 那就要等价的赎回 岂是一点香花就能等价赎回的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以个人之物来供佛 必须以香花赎回 否则就反偷道 同样的 对父母师长也要用香花赎回 否则一样反偷道 但是经文并没有如此说 我们再看下文 反所实弹要先施于沙门 泛制 然后自施 这条主要是为了说明 受菩萨戒者 受用饮食的方法 必须舍弃坦染心 并且如理作义 透过依次供养三宝 父母 使其先一受用 借此以修念恩 报恩 所以我们在设饮食供养的时候 要先给佛 父母等次第受用后 我们再受用 之后把供佛饮食直接撤下来 是不构成偷道罪的 此外 在家居士 在自家佛堂供奉的供品 或者在佛寺佛前供养饮食等供品 也皆可以自行撤下取用 不需念熟果祭等 看明白了道宣律祖的开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大款法师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 经常有人问 供佛的物品是否可以用香赎回呢 又不是把供品典当给佛陀 为什么还要赎回呢 而且真的要赎回 那也要拿等值的物品来赎 才合理 比如说我供养了一千元的水果 点了一支不到十元的香 这样子就把水果熟回来了 那这不是摆明了 是榨漆鹅片吗 如果是拿花果饮食到寺庙去供佛 供佛丸应由寺庙处理 除非供佛的时候先表明 水果饮食供佛之后 还要拿回俗家吃平安 这样子才可以 如果是在俗家佛像前供佛 那么供佛丸的水果饮食 就由在家居士自行处理 这个是不犯偷到佛物的 因为供佛的饮食水果不处理 很快就会坏掉臭掉 这样子在佛像前堆了一堆臭酸的饮食 那不是太不像话了吗 所以如果供佛的水果是没削皮的 那么最好是早上供 但是注意供之前要先洗过 中午过后晚上前就要收下来 如果供佛的水果是已经削过皮的 那么供佛之后就要收下来 如果是供花可以等到花枯萎再收下来 要收供佛品下来处理的时候 只要对佛像问学一下 前里面这么说道 弟子要将供品拿下来处理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以宝石 金饰等庄严具供佛的话 就不能像供养饮食这般自行处理了 比如说供养佛像一颗水晶球 那这个水晶球就是属于佛的物品 那是不能随便一做他用的 要供到水晶球坏掉才行 而且水晶球破掉了 还不能随便丢弃 最好是在深山里找个地方埋起来 这样子才能显示我们对佛陀世尊的恭敬 要知道佛陀的化身周遭一定有无数的护法隆天护持 供佛的物品也是在护法隆天护持的范围 对于供佛的物品太过随便清满 那可是会有罪过的 护法隆天虽然不一定会立即给予惩罚 可是在你的头上画一个叉叉是一定免不了的了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于如何如法供佛及彻供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 那么接下来 小编再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佛友们提问最多的问题 以及相应的解答 第一问 如果我们供佛食品时的发心就是供佛的 但供完后自己却有取用 这算不算偷盗 食物属于现佛物 这类物品佛本来就不用的 供佛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意 这样佛受用过了 我们就可以自己取用 同时如律文中所说 第四种现佛物是开侍卫者用之 开源侍卫的人可以用 对于自家的佛堂 我们自己就是相灯师 所以供完之后我们可以任意支配使用 这是律上明文规定的 侍卫者本来就是可以用的 另外在供养的时候 可以观想提醒佛菩萨加持 通过这样的供养 一方面可以赔福 另一方面可以祈求佛菩萨加持 让我们受用以后身体健康 取用的时候就观想佛菩萨已经加持给我们了 这样也可以 第二问 如果新衣服先供佛后我们再取用 算是犯道吗 对于这个问题 要分两种情况 若本来就是用于供佛的衣服 那属于佛兽用物 不能随便取用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俗服 这类衣服 佛菩萨是不会穿的 只是穿之前先供养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在供养的时候观想 这不是供养给佛菩萨穿的 只是请诸佛菩萨加持 或者如律上所说 我们可以转向 供养佛后就是属于佛的 作为佛弟子 我穿着他 就像父母给我们的东西一样 把他作为佛恩赐给我们的东西 来好好受吃他 第三问 本来发心供佛的东西 没有实际供养之前 是否可以转供僧 不可以 既然已经发心供佛 那他就是属佛物了 所以以后要供养三宝之前 要想清楚 因为供养后 属书永定 不能改变 第四问 食品如果不是每天供 行不行 食品可以不用每天供养 比如初一食物供养就好了 但清水要天天供 天天换 早上供新主的开水 不能从家里的茶壶到 每天早上装水供养 完课前后可以把它撤下来 撤下来之后 供水的空杯不要放在佛桌上 包括供水 供菜 供饭的空杯 不供时就把它放到旁边去 不要放在佛桌上 第五问 水也是中午之前撤下来吗 供矿泉水可以吗 水是晚课前后撤下来 或者是晚课后不撤 第二天清晨换水也可以 供矿泉水可以 但那矿泉水不能是你要喝的 要专门放一瓶供佛用的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 就每天从水龙头捡新水烧开 但记住不要到厕所接水 要到干净的地方接水 把它烧开后供佛 如果供佛的水杯有盖子的话 把它盖起来 不要让灰尘掉入 第六问 供佛佛的水 我们自己喝或者浇花都可以吗 可以自己喝 但浇花太可惜了 供佛的水有加持力 就算不自己喝 把它拿出去 撒到地面上 布施给众生 观想并咒怨 愿一切见闻觉知此水的众生 包括一切鬼神 蚂蚁等等 都能离苦得乐 这样咒怨后 撒出去供养众生也很好 第七问 有些门票上印有佛塔 佛塔是跟佛的受用物一样处理吗 花的佛塔 佛像都是受用物 它的处理方式跟佛受用物一样 要很谨慎地处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以后 在遇到未知的事物时 保持严谨的态度 多向那些有修行 有德行的法师高僧们请教 以免再次走入那些 伪金邪电的误区之中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